开放新中国来看到中国进入了梅雨季 从四川重庆开始沿着长江流域 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现在到处都是暴雨成灾 大陆国务院估计22个省市饱受洪牢的灾害 到了礼拜一为止官方的估计数字 灾民总共有逼近4000万人 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了100亿人民币 这是今年梅雨季最大的一场雨 17个区线111个乡镇都泡了水 武警解放军扛着门板刚救出一个人 护士跟在后头赶着上医院 市区里汪洋一片 你看那三楼的窗户还能变成瀑布也在下雨 重庆人也不打麻将了 小孩扶着姥姥大省背着玩都在逃难 好不容易搭上公交车 那车还泡水熄火了 解放军一个一个背着走 短短几个小时 重庆隔壁的乐山县 累积一样超过260毫米 打破2000年的历史记录 天府之国成了水乡泽国 隔壁的湖南湖北 那就更早 大暴雨下了几天几夜 三峡大坝放了水 顺着长江直奔而下 进到湖南沿路95座水库 全称坏了 被迫开闸泄洪 打水冲过了霸题 来势汹汹 犹如千军万马 泥水的水位短短8个小时就涨了3公尺 中国民政部宣布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变 中央的工作组千里池源 赶赴两湖救灾 最险的其实在安徽 池州大雨不过几个小时 雨量将近170毫米 四个万吨的除油槽全泡在水里 万一有个闪失 那是人命关天啊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半点不游人 全中国22个省市区受灾 连新疆也难逃洪涝 美国澳洲日本各地的气象专家都怀疑 中国的异常天气是圣阴现象在作怪 但是现在谁也不敢确认 必须等到年底东太平洋 致力外海的海水温度 检测报告出炉后才能够确定 而中国现在能做的 就是动员一切的力量 防灾救灾 防总水利部发生的 防总水利部发生了 防总水利部发生了